网传批哥四四攻结果 李克勤组第一 沈振轩 王毅哲出局 蔡诗云出局 只剩27人了 随着二攻舞台的落幕 批哥四的赛程已经过半 包括向左 李泽峰 沈振轩 熊子齐 王毅哲在内的五人被淘汰出局 剩余的29人顺利晋级下一个赛段 从两次公演舞台反馈的结果来看 这一季的批哥在话题热度方面远不及前三季 镜头剪辑分配不均 公演舞台不出圈 人气排名结果难服众的问题暴露的明显 加上石凯 杜海涛 李佳琦等争一嘉宾被力捧 一大部分节目的忠实粉丝也被劝退 对于批哥四来说 如何挽回节目的口碑和热度显得尤为重要 而三公舞台的质量好坏也决定了节目的最终走向 批哥四第三次公演为同盟合作战 八大部落两两合作 不限阵容自由匹配 每个同盟需要完成两首歌曲的表演 每人至少参与一首曲目 每一首曲目的人数范围为二到五人 整个结盟过程抓马不断 有的部落惺惺相惜 有的部落责备应凑在一起 王征亮 李克勤等队长展现过强大的个人魅力 而胡夏的犹豫不决被无限放大 一意孤行的他也坑惨了团队和队友 上一期被骂上热搜的杜海涛 这一期继续挨骂 组队过程过分抢戏 路人员基本被败光了 早安和胡夏此前一直都有合作的意愿 两人甚至连合作的曲目都有了雏形 所以早安在结盟环节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但这个时候维利安也抛出了橄榄枝 胡夏部落有两个选择权 胡夏本人内心更倾向于和早安部落合作 但他又想搞民主 希望通过团队会议商议的方式给出结果 一项都很精明的李佳琪 点出了和早安部落合作的劣势 结盟后多数成员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低 因此风险很大 傅欣博的观点也很明确 如果和维利安部落合作 团队成员会更多元化 唱跳和唱演舞台都能驾驭 舞台搭配也会更丰富一些 胡夏部落的内部意见明显不够统一 团队成员更倾向于维利安部落 而胡夏本人更喜欢早安 胡夏部落分别和两个部落进行沟通 早安部落信心不足 对于唱跳部分也没有啥想法 而为利安部落有备而来 沟通过程自信满满 愿意尝试各种类型的舞台 表面民主的胡夏 其实内心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他不愿意放弃和早安合作的机会 于是结盟过程也比较纠结 李克勤部落的目标明确 尽可能和炙热地理阵营中的部落合作来弥补短板 而有长进部落恰好能满足团队的一切需求 于是李克勤主动发出邀请 即使庆联过来抢人 李克勤丝毫不离让了 持续输出来抢人为中心阔写的内容 在这场充满策略和联盟的竞争中 李克勤展现出了他敏锐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能力 他所在的部落有着明确的目标 寻找一个能够补充自身部族 同时又能带来新鲜活力的合作伙伴 在炙热地的阵营中 有长进的部落显然成了最佳选择 他们不仅具备强大的实力 而且在多方面都能与李克勤部落形成完美的互补 因此李克勤没有犹豫 迅速向有长进部落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他的邀请充满了诚意和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显示出他对这次结盟的重视 然而这场结盟并非一帆风顺 庆联的出现带来了意外的挑战 庆联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和资源来吸引有长进部落的成员 但李克勤并没有轻易让步 他坚持自己的立场 通过持续的沟通和展示自己的优势 来巩固与有长进部落的联盟 在这个过程中 早安部落也向李克勤部落伸出了橄榄枝 希望建立合作关系 但李克勤考虑到战略的一致性和目标的契合度 果断而委婉地拒绝了早安部落的好意 他的决策显示出他对部落未来发展的清晰规划和坚定信念 最终 当李克勤部落和有长进部落正式达成合作 进行宣誓时 杜海涛突然地出现给这场结盟一是增添了戏剧性的一幕 杜海涛试图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条件来抢婚 即在最后时刻改变有长进部落成员的决定 这让原本平静的结盟变得波澜起伏 充满了抓马的情节 李克勤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挑战 没有荒乱 而是更加坚定地展现了他的领导力和对部落的承诺 他通过理性地对话和深入的交流 最终巩固了与有长进部落的联盟 让两个部落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一系列的事件不仅考验了李克勤的智慧和策略 也展示了他在竞争中不屈不挠的精神 事实上 李克勤在于早安部落的谈话中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决定 无奈杜海涛把别人的客套化当成有组队一员 在别人都已经要结盟的环节打断别人 不顾及团队的想法 自己成为话题人物 杜海涛的这一举动 让队长早安也晃了 毕竟他们还在等着胡夏部落的决定 场面异常尴尬 早安只好再次去和胡夏确认 胡夏也没有拒绝 选择和早安部落组队 而李克勤部落和有长进部落也顺利结盟 分组的环节已经够让人无语了 没想到他在选歌环节继续输出 看到屋顶着火就开始Q沈梦辰 对自己和团队唱跳能力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 结果让整个团队都陷入不和谐的境地 杜海涛二公因为自己的一番操作已经被骂惨 没想到三公组对环节继续疯狂抢戏 镜头和话题是有了 但路人人基本被败光了 这一期节目过后 杜海涛再次成了众矢之地 网友们都希望节目组赶紧把他淘汰掉 除了杜海涛 胡夏和早安两位队长 在这一次的结盟过程中的观感同样非常差 两人为了自己的合作而忽视了队友 作为队长甚至是不合格的 胡夏自己不听取李佳琪 傅新博等人的意见 一意孤行非得和早安部落结盟 结盟后团队有了个脱油平度海涛 团队气氛压抑 胡夏自己是能和早安唱歌了 但是完全不顾及队友的死活 宁环与最后惨遭淘汰 这样的做法确实很自私 石凯这一次学聪明了 打不过那就来抱大腿 主动找到王正亮部落来表达合作的诚意 王正亮也给足了石凯面子 表达自己要搞唱跳舞台的想法 双方沟通真诚直接 不纠结 不藏着掖着 合作自然水到渠成 以下是以臭哥哥和臭弟弟双向奔赴 兄弟俩不愧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结盟后团队的氛围感非常好 王正亮发挥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石凯则成了团队的气氛担当 强强合作 舞台整体的观感也很舒服为中心阔写的内容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节目中 臭哥哥和臭弟弟的双向奔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两兄弟在屏幕上展现了他们特有的相爱相杀的关系 让观众看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兄弟情谊 当他们决定结盟时 整个团队的氛围立刻焕发了新的活力 王正亮作为团队中的一员 充分发挥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他不仅能够演一个种风格的歌曲 还能够在音乐创作上提供宝贵的意见 使得团队的表演更加丰富和专业 他的音乐才能为团队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和可能性 让每一次的舞台表演都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而石凯则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气氛担当 他总是能够用他的幽默和活力缓解团队中的紧张气氛 让成员们在紧张的比赛中找到放松的时刻 他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感染了每一个人 使得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更加轻松的心态面对挑战 当王正亮的音乐才华和石凯的气氛担当相结合时 他们的合作无疑是强强联合 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不仅舒适自然 而且充满了感染力 使得整个舞台的观感都变得非常舒服 观众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和谐 这种无形的魅力让每一次的表演都成为了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总之 臭哥哥和臭弟弟的结盟 不仅提升了团队的氛围 更让王正亮和石凯能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大放一彩 他们的合作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叠加 更是情感和精神的交融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梁龙部落静观其变 不主动去和其他各个结合 他们最后只能和维利安部落结合在一起 两个部落都比较佛系 组合在一起反而很有化学反应 中文字幕提供